接着再来看到经过县政府的公告后 宜兰沿海的漂流木 在8月26号开放碱石 不过长度不可以超过两公尺 重量也要低于50公斤 从过程中最好能够顺道清理废弃物 一方面做环保 而且带回家的漂流木 也是居家布置的好素材 漂流木爱好者魏嘉明先生 引领乡长沈青山来到海岸边 碱石漂流木 而关键是外观为主 材质才是其次 因为形体特别就是最好素材 简单说像这一块来说的时候 你会把它弄到边 你会把它弄到灰 你放到家的时候 它就非常突出 这个木材的时候 它漂亮就漂亮一次 所以所有的木材 它有很多的用途 而且木材是生命一直延续 你现在做发气 过两天的时候 你怎么做的时候 做出来 做一个摆饰 对吧 所以来这里叫漂流木 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厢长沈青山表示 县政府已经在8月26号公告 开放民众减时漂流木 但有其规格跟重量 就是长度小于两公尺 重量不能超过50公斤 而民众来减时漂流木时 不但可以来挖宝 带回喜欢或珍贵素材 更可以顺便带走垃圾跟废弃物 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长度两公尺以内 再来它的直徑 它的直徑就是末端的尾徑 20公分 重量是50公斤以下的漂流木 就是开放民众来减时 拿回去使用 也要让我们的行政 假设来这里 叫漂流木的时候 大家共同发挥公德心 尽量把垃圾能够顺手 来扣一下 一方面扣漂流木 也一方面来做一个环境清洁 爱护地球的动作 跟红块还有一些举木类的山木 这些珍贵的木材也都有一些 那就是所有的民众 爱好木头的民众 可以来这边寻宝 像你抽这块 你觉得这是什么 这一块它的木头的纹理 因为它其实它这个已经 已经算已经倒下来很久了 那该腐烂的都腐烂掉了 有点就是我们称的倒阁料 那这个你要回去做 我们现在常用的鹿角爵 或是做一些那个 另外加工做成艺术品 其实都可以 有机会来到壮围海边 不妨来找找看 符合法规 又能带回家的漂流木 或许就是一件美丽 又独有的装饰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道